今天開缸水草教室家常六指最大的生態水草缸 入砂入水後水草燈就位CO2OK就可以對水放魚蝦了 照景時要事先用漂白水浸泡一天以上 使用前刷洗乾淨備用 整理地形是為了設計出左右雙峰三型照景的效果 下照景時圍著雙峰形成三丸的效果 中景草和中柳 日本折長 紅柳 水羅蘭 月底紅 長葉酒冠 背景草 柳彩虹公平 生豬草 柳蘭 紅碎園 大柳都是襯托竹景草 竹景草上場是球藻流木 主角在中間也就是溪柜 前景草有迷你水 小柳 土耳 小蟲的珍珠草 前景多一點柳白 天然的沙可以呈現大地的元素 讓草景更接近大自然的樣子 這是黑底 沒有這樣的效果 架竹景時為的是搭配竹景 球草流木 球草流木是得來不易 這一顆培養了快半年 不是澆水年的喔 也不是現榜的 是天然漲成 所以觀賞價值滿高的 加上茂盛的水草 造景時形成一部水中的山水畫 加上元素豐富的紅蓮燈 豆魚 小精靈 蛇魚 巧克力娃娃 黑殼蝦 看起來已經賞心悅目了 那之後 還會加入艷麗的椅蝦 景上天花